早上9點半 要不要一起去吃早餐然後上課啊 好啊好啊 彥哲我們一起走啊 好啊 關我一下 我關個燈 我是一個存在感極低的邊緣人 我總是被中山的同學 我們等一下Lakean的動作就在這個位置喔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先生 你哪位啊 現在是聚的時間咧 你們不是等一下才排練嗎 我剛剛想說台上沒人 所以就趁現在來彩排一下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演咧 好啊好 那我先下台 奇怪 剛剛看明台上就沒有人啊 唉 重來一次好 我是一個存在感很低的邊緣人 我總是被周遭的同學給忽略了 唉 我直接衝一下 直接衝har 其實人啊 pitched是稱讚 然後他們會尋找人 就希望這些人 那就很刺激 沒有人 star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要買一份蘿蔔糕 欸 修哥 要點什麼啊 我要一份蘿蔔糕 老闆 我要一份蘿蔔糕夾蛋 然後再一杯奶茶去冰 好 馬上來 買一份蘿蔔糕夾蛋 奶茶去冰 好 謝謝 好 上課囉 我們來點個名 林生菜 有 洪院長 到 再來大家都到了 那我們來上課 再上課 這個就是GTP會議 是這個PRPP Syncetase的俗信 好 本 我也好希望收到大家注目 從出生到現在 來 學弟 這是你的期中夜點 祝你期中勝利 好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 我要領我的期中夜點 呃 不好意思 我們最後一份已經發完了 你有填表單嗎 有啊 抱歉 抱歉 請你下次早安跟我們講 祝你期中勝利 哦 這樣好 好吧 來 學妹 這是我為你保留 最後一份期中夜點 祝你期中勝利 唉 我真的好希望成為眾人所注目的焦點 還記得我剛出生的時候 我媽出院坐月子 竟然把我遺忘在醫院 國小畢業旅行 全班都回學校了 就我一個人還留在六福村 就連考學測的時候 莫明明就有畫卡 結果電腦卻讀不出來 神啊 就救我這邊緣人吧 什麼 curve 噢 別走啊 等等我還在這裡啊 每次祈禱 都轉接到語音信箱 難得終於打得通而 竟然還被認為是查無空號 難不成我就注定要邊緣一輩子嗎 沒錯 靠 你是誰啊 幹嘛這樣嚇人啊 我是來拯救你脫離邊緣的天使啊 你船車上下散發出一股天然的邊緣氣息 簡直比偷偷還要自然的邊緣 我想這將會是我的一大討厭喔 那麼天使大大 我應該怎麼做呢 欸 你已經夠邊緣了 不要再把我擠到邊緣來好不好 我可是 航天使欸 這樣啊 那麼 航天使大大 我又應該怎麼做呢 我想一下喔 看來只能使出我的看家本領 拖邊三招 來幫助你脫離邊緣人的身分了 拖邊三招 沒錯 拖邊三招之一 怎麼都用找話題 身為一個夯哥啊 你要隨時隨地跟周邊的人都能用話題聊 來 你試試看 好 我試試看 欸欸 彩芯啊 要不要一起去六福村玩啊 死醫院是醫師姐欸 門票只要一九九欸 喔 真的假的 好啊 好啊 我去吧 欸 趕快過去啊 解釋你的找話題能力 嗨 彩芯院長 難道你們都不用不勝話嗎 一點成 不是這樣啦 看來拖邊三招第一招很管用 沒關係 我們試試拖邊三招之二 中央空調 想要脫離妹人的話 你就要隨時觀察周邊的人有什麼需要 並且快速地跟予幫助 好 我來試試看 欸 童要這樣我肚子有點不舒服欸 欸 廁所要不要 換去換去 好好好 嗨 彩芯 你有需要這個嗎 這是衛生紙嗎 謝謝你 呃 它不是衛生紙 它是衛生棉 呃 還有點成 不是這樣啦 看來拖邊三招前兩招都不管用 這可真是空前的邊緣啊 我想 只剩最後一招了 拖邊三招之三 變成女生 不要啦 只要是一個女生 不管你再怎麼邊緣 走在路上 一定會有人理你的 不信 你試試看 嗨 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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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年來 第一次有人跟我祖宗打招呼欸 難不成 我終於脫離邊緣了嗎 看到你真的成長啊 我都感動得太好哭了 既然這樣 那我就先走喔 掰掰 太感謝你了 航天使大大 嗨 嗨 什麼 所以 就算 我變成了女生 還是沒有人那一招打招呼 可是我還變成了女生 不要啦 討厭啦 解開 呃 坐下